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那么这是咱们地听Timecodebox系列视频的第二集 那么在上一集的视频里面 咱们跟大家聊到了单个石码器的版本 并且咱们结合单个石码器 跟大家聊了非常多的关于它的彩单设计 功能设计 包括它的工具设计 这个石码器如果真正想把它威力发挥出来 一定需要多个的 那么这个多个指的是多个TC-1 或者是多个石码器 这个石码器可以是不同品牌 可以是EasySync 可以是Tenical 可以是NanoLockit 都可以 大家的石码的标准 一共都是SIMT的标准 但如果你的全套的石码 全是地听的TC-1 以及它的Sidious Audio Beat Connectified的网络架构的话 它的易用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今天咱们就结合 Timecodebox TC-1Kit套装版 三个石码器的版本 给大家聊一聊 一个是它的一个基本设计 再一个是有多个TC-1的时候 我们在不借助APP的情况下 可以在剧组里面快速的同步 大家直接的这个石码 那这里一些基本操作 可以说属于TC-1的一个 非常基础的教程了 好了TC-1的Kit 也是我个人觉得 TC-1的这套套装里面的 性价比是最高的 因为它不仅它的这个价格 会比单个乘以三要低 同时它给的这个配件 也是非常全的 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当然这个包装也是非常漂亮的 当你第一次拿到这个TC-1Kit的时候 那个地厅的标志是很居中的 很正的 它是有一个那个双面胶贴在这里的 这就像一个那个咱们穿西装的那个领带一样 就是画龙电镜 然后它就open open 就是当我们把这个旋转旋开之后呢 打开 是这种方向打开的 这个方向打开的 这个仪式感很强 好了那这里面就是贴纸 手册以及保修卡 这里没有给那个指质版的手册 它给的一个电子版 叫scan and reach to user menu 好这是里面的内容 咱们以这个形态再次开一次 打开 三个TC-1以及TC-1的这些配件 就是我把这个TC-1的这个Kit放在右边 左边的话呢 我留给我的这个手机录屏 咱们结合录屏方向给大家看 因为这次的说明书没有给指质版 给的是电子版的 使用者指南它有三种语言书写 一个是中文一个是英文 一个是法语 一个是法语 前面这个前沿的话呢 主要包含一些重要提示和FCC的这个声明 需要注意的是呢 TC-1这个产品已经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已经拿了各种认证了 RHS CE FCC KC和MIC的认证 在相关的国家都有对应的标准和指南 然后它的这个物品清单 上次呢这个TC-1的单个套装的话 就是单个套装啊 上次的给大家也介绍过了嘛 主要就是一个石码器 一根石码线 一根线 还有一根充电线 还有一个升级头 还有两个母口那个魔术贴 而这一次的话呢 在这个套装版本里面的话呢 为什么说它比较超值呢 就是它给这三根线呀 可以使用于不同的场景 你看一个是这个TRS到TRS 一个是TRS到BNC同轴的电缆 一个是TRS到这个五星的雷墨的那个电缆 这个BNC和雷墨电脑都可以用一些更专业的这个这个这个录音录音录像的设备上 然后还有一个三合级充电线很漂亮的 C到A的这个转弯头 以及每一个TC-1都配了两个母口的魔术贴 产品的试图波轮按键 开关返回键 波轮按键的话 这个单反或者微单相机 然后接专业录音设备 实际上这套东西 因为它有这个Bit Connectify的这个网络架构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无线的方式同步矢码 而对于专业录机来说 你只要注入一次 那个矢码基本上能保持得住 对于咱们这个微单或者单反相机的话 需要通过这个音频矢码的方式进行注入 所以呢就是最常用的其实是那个TRS到TRS的钱 然后这个波轮按键的怎么操作 咱们在商机视频给大家已经全部介绍过了 包括它的那个冷靴的设计啊 还有一些内置麦克风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很很好的内置麦克风 可以录一个备份音轨 也支持Audio Timecode Mic Level的这个电屏 OLED屏幕的总览这里也放在这里不给大家念了 因为在上期视频也给大家很详细介绍过 比较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这个中文菜单 所以我不知道后面通过固件升级 能不能在这样一个小的屏幕上 它依然给我们呈现出中文的这个操作体验 如果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使用门槛会进一步降低 包括锁屏解锁 还有三种实码模式 三种实码模式Master Run Auto Gem 和James Watson Lock James Watson Lock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一个使用模式 尤其是在你进组之后 要每天早晨同步一次 那就一天不要关机 因为它的这个使码的续航也超24小时 这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可靠的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得 当你用这个Timecode的时候 你的这个帧率一定要设置对 就是这个帧率如果搞错了 那这个使码就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选到一个合适帧率上 你比如说我一般是25 那么就是25帧 如果24就24 然后你的DF叫Drop Frame 这个就是有很多录音的设备 比如说29.97就是Drop Frame 就你一定要选择对应的这个Drop Frame 来匹配上你的这个帧的这个格式 后面也可以进行通道分组 有八个分组 这个也介绍过了 然后输出类型 输出类型的话呢 这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它有Aout 就是叫Audio Level Mic Level Mic Level的话呢 这个可以有这个参考音 也可以有这个AudioMic Level的试码 那通过相机内部的运放放打之后 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音 也是一个无时针的试码的波形 然后这个试码的这个设置 咱们待会给大家讲啊 包括这个时间码蓝牙 系统设置也给大家讲过了 固件升级的话呢 目前已经是最新版本了 所以呢不需要再做固件升级了 而且呢这个TC-E支持用Sylist Audio App 进行固件升级 所以呢这个那个OTG的头啊 你可以不用 完全可以不用 然后这个是Sylist Audio的App 大家可以扫码去下载 为大家放大一下 然后你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SylistLink的 这个Help Center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呢有线同步 有线同步的话 同样支持AutoJam和Jam1 Lock 而且这个时候呢用那个Line Input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接口 它是输入和输出都支持的 那你把它打成那个Line Input的时候 它就可以通过别的尸码 去同步它的尸码 还有一个通过无线同步尸码 无线同步尸码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呢通过Master 同步很多Slave 第二个方式呢是用Sylist Audio 去一次性的把所有的这个节点进行同步 不管你是Master还是Slave 这两个方式是有区别的 从这个网络架构上来看的话 两个都很灵活 但是易用性上来说 用App是最好的 然后最后咱们看看整个的它的一些这个Spec 它是支持这个Simpty的尸码 就是这个IEEE的那个标准的尸码的格式 Simpty 基本上都是两种不同的格式吧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这个Simpty的标准 然后它的无线类型呢是2.4G RF和蓝牙同时的 双模的 蓝牙也是2.4G 然后2.4G的Bit Connectify也是2.4G 但是它们是同一个屏点不同的波形 所以它们之间是可以共存的 蓝牙的作用范围会近一些 而2.4G RF就是Bit Connectify的 它的这个作用范围会比较远 是两种网络在里面进行融合 那么蓝牙的话呢 一般来说是和Sylist Audio进行同步的 而10码之间的同步 TC-E之间的同步全部是经过Bit Connectify的 所以它的这个延迟的控制会更加精准 那个同步行为也会更好 这个咱们下期视频给大家讲App的时候 再详细地分析 然后这个锂电池950毫升 那么重量41克 尺寸的话会比章鱼稍微厚一些 长宽基本上差不多 可以在-20度的温度下进行工作 实际上这里边最核心的是那个精震 就是那个TCXO Time Compensate Crystal Oscillator 那Win5精震的话范围就是-20到45 所以它也可以在-20到45的范围内工作 好了在正式进入介绍之前呢 咱们还是把刚才说过的那个包装里面 这些东西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那个母扣的这个模组贴 一共给了6个 这个把它收起来 这是那个USB-C到A的那个OTG的头子 拿走 然后这几个线就是亮点了 这是那个USB-A到三个Type-C的充电线 这样的话可以一次性充三个石码器 当然我之前频道给大家介绍过一托五的 那我个人更建议大家使用 因为那个石码本身的充电电流不大 那一次充五个效率会更高 当然前提是你得有五个或者以上的这个石码盒 这是而且这个线的话 一个颜色是D-T的标志 D-T的魔术贴 一托三 而且每个头子上都带有D-T的标志 所以这个应该说 有很高的这个纪念价值和收藏价值 然后这三个就是那个石码线了 带索扣的这个TRS呢是连接石码盒的 那么另外一侧呢就接不同的相机 这个一般来说就是单反微单 或者是一些映像机都可以用这个TRS接口 因为它是写入到一个声道里面的这个音频石码 然后这个是那个带索扣的这个TRS到BNC的 BNC的话呢有很多接口是会用到这个这个接口了 很多那个专业的录像机 当然还有那个迷你BNC 那这个时候大家可能需要买一个转光头就行了 因为BNC就是同轴线嘛 它就是这个传输起来 一个是带自锁 一个是带自锁 BNC是有自锁功能的 那么再一个呢 它这个传输信号的质量会比较高 同轴嘛 外面是D中间是信号 这个对于这个传输这个音频 音频也是属于频率比较高的一个信号 用它比较可靠 这个接口就比较值钱了 这个是线是很值钱的 雷末的5PIN的一个端子 雷末5PIN端子的话 也是很多专业的陆基上会用的一个接口 雷末应该说是工业界里面九副盛名的一个 接下键的标准了 这个源于瑞士 但是现在替代的型号也很多 它一个是带自锁 再一个呢 它支持IPX很高级别的那个防水防针的这个等级 并且它的设计呢 极其可靠 而且呢 极其漂亮 那如果你是用原装的雷末头子的话呢 因为根据我了解 因为我本人也用过很多原装的雷末的这个电缆 这一个头子大概雷末原装的瑞士那边全买 再到国内加上税 一个可能就要大几百 500到600可能打不住 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一个PIN至少100多 这5个PIN加起来可能就要六七百块钱 但是如果现在你用国内的一些替代型号的话 它是支持这个兼容雷末的这个自锁了 它也可以做的很便宜 所以呢 这也是TC-1能够得以 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成本 就给我们带来这种高品质的雷末端子的一个方式吧 直角弯插的一个雷末端子 这个好处就是可以 一个是可靠 再一个呢 可以很好地去避让你的一些其他的电缆 另外就是这后面有一个螺母 你用这个钳子松开之后呢 这个5PIN的朝向啊 就是可以有一定空间内可以旋转 它后面是那个汉杯的这个设计嘛 你可以一定程度上去调节 这样的话呢 更好去匹配你现场的这个录音的环境 所以这个线是最值钱的 那么也是我个人最推崇的 这个也是会让TC-1K的装的 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个配件了 当然这些所有的线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去参考一下迪听或者爱豆式的官网 好了废话不多说 咱们接下来就看这个三个尸码的这个 这个不同的GEM的这个模式 刚刚我把我的相机录制的这个帧率调了一下 因为这个屏幕的刷新率好像是60赫兹的 所以如果匹配不上的话呢 这个大家是看不清楚这个字了 所以这个高刷的屏幕也是一个高品质尸码器 非常关键的一个一个属性 好吧 那现在我们三个都已经开机了 现在很显然你可以看到三个都是这个Master模式 我们首先啊 看一看最传统的模式 就是通过有线的方式 Hotwire键 我们就是用线的方式进行同步 我们就以这个 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尸码的参考员 把它装上 那么这个也是以前的所有的尸码器里面 最经典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Line Level的这个尸码信号 去给这些尸码盒一个一个进行注入 当然这种效率最低 最经典 但是它的兼容性也是最广 它可以兼容所有品牌之间的这个尸码之间 互相同步 但这个的做法就是你需要在这个Out里面 Out你要设置 Line In Line Out 我们要设置Line Out Line Out设置之后呢 它就是会输出一个Line Level的尸码 这个尸码大家就 然后其他的 大家看 就Out嘛 其他的把它设置成In Line In 然后这个设置成Line In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尸码就是一个被动输入会要被别人同步的一个尸码 而这个呢就是一个主动输出尸码的一个一个尸码 这个时候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一个注入 大家注意看 我把这两屏幕这么放 好 看到了吗 插入一瞬间 它们两个这个尸码就完全一致了 包括走的秒数以及后面的这个帧数都完全一致了 前提是呢 大家这个帧数啊 你看都是25帧 这个必须得设置好 不管你是在那个哪个分组里面 这不受分组影响的 因为这个时候它是用有限的方式进行输入的 另外也进行同步 插入一瞬间 那这个实践码就立刻进行同步了 那这就是最经典的一个同步的方式 因为直接它们的内部都有高精度时钟 所以呢 它们之间就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了 只不过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Master这个模式呢 它这个灯会亮红 因为它是一个主节点嘛 但是没关系 这个它们三个这个尸码已经完全对齐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通过Hotwire Jam的这个方式了 那这是最经典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就完全不挑任何的尸码器了 比如说这里面我还有两个章鱼 我这里面还有两个章鱼 章鱼因为没有屏幕嘛 所以你不知道它是到底跑在什么时间 当然没关系 那个你把章鱼设置成输出 你可以把章鱼做成Master 然后呢去同步你的TC-1 这都是可以的 它章鱼也有自己的App 这块咱们在后面视频再给大家讲 就是怎么样把章鱼和TC-1 放在一套这个网络里面进行使用 好了 那咱们接下来讲这个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就是Master Slave的方式 我们把它做成这个 这是叫Master Run 把它是作为Master Run 然后呢把它们呢作为叫Auto Jam Auto Jam 然后 Auto Jam 将Jam once lock也是可以的 Jam once lock呢就是会 让它们就是注入一次就立刻锁定 那我们把它打成这个Jam once lock 大家可以对比看一看 Jam once lock 好 它的会叫Jam 1 这就是Jam once lock 好 探紧这样一个方式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同步了 那Master 当我们打到Master模式的时候 后面会出现一个新的这个选项 叫TC Time Code 点TC 然后 点Sync 点Sync之后 它就会通过Bit Connectify的网络呢 会把这两个时码也进行同步 我们来看一看 当我们点Sync之后 看到了吗 一瞬间 这三个时码的这个时间码就完全一致了 完全一致了 大家可以暂停去看 它那背后的帧数是不是也一致的 这个肯定会是一致的 这个我都试过了 好 那这样一个方式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Set一下 比如说我们把它重置成0 然后我们再Sync一下 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个是Jam once lock 这是Auto Jam Jam once lock就不受影响 会一直跑下去 而这个Auto Jam的话 会再次进行重置 我们来看看 看到了吗 这时候它被重置了 而它不受影响 所以这个就是Auto Jam和Jam once lock之间的这个关系了 好 另外的话 你可以选择叫External External 就是你可以通过外部的时码进行注入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Line Out 再别的就是 你一定要设置到这个正确的帧率 和正确的分组 因为这个是对你的影响会至关重要的 如果大家不带一个分组的话 是无法进行互相同步的 如果大家这个模式不匹配上的话 也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大家帧率设置不对的话 那虽然能同步 但是你后期给剪辑师 那就是灾难性了 好了 那这就是三个TC-1之间 在不接触APP的情况下 那如何进行互相的同步 和这个时码的这个输入和输出 那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下期视频呢 咱们给大家再聊一聊 借助External Audio 以及External Audio和Beat Connectify 这两套网络之间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 千万别忘了点赞转发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